哈囉 各位大朋友的小朋友大家好 我是威波叔叔 歡迎收看暗影快訓 昨天在推出新卡包的時候 無限制也同時間進行了平衡更新的調整 這次的卡片多達五張 且跟以往不同的就是 卡片的能力不僅僅只是費用上以及體質上面的調整 是整個人力的敘述 整個大改 那我們就一起來看這次調整的卡片吧 禁之世界 由原本的二費轉變為一費 由原本的抽取一張牌 然後使自己手牌中與自己戰場上的消費為期以下的卡片 皆轉變為中立卡這個效果 變更為 指定一張自己手牌中的中立從者卡 並使一張與之同名的從者卡加入到自己的手牌中 使自己戰場上的從者全部轉變為中立的從者 這個改動會讓一堆的娛樂玩家崩潰 遊戲只能在手牌才能達成的娛樂牌的搭配都消失了 而且對於那些護符要把它轉變成中立的牌的combo 像是賽蓮之類也都不能玩了 那確實以實用性來講的話 現在這個能力把同名的從者加入到手牌中是一個不錯的設計 但就是這個修改過後的能力來講的話 我覺得可以更加的強力 畢竟你放上這張牌就要花你一個構築 而且他還不能作為過牌的手段 所以我覺得他還能夠強化的地方就是 可以讓複製出來的牌加上額外的加一攻或者是加一血 甚至是更多的體質 畢竟中立的牌的體質啊 就跟職業牌有一段的差距 那有可能有人會問說為什麼要拔掉抽牌這個效果呢 我看到網路上的人是這樣講啊 我覺得還蠻合理的 就是如果保留抽牌效果的話 會被征服巫師給濫用 因為一費如果抽一的話 那真的是還蠻強的 所以這一點就真的還蠻合理的 所以說拔抽牌我是可以接受的 接著下一張牌 靈魂守門人 敏特 由原本的4x34的體質轉變為3x22的體質 由原本的能力入場取 自己有死靈數效果的卡片間轉變為死靈數0 這個效果轉變為 這個從者進入到戰場時 十字眼牧場加20 這個從者離開戰場時 十字眼牧場減20 每當自己發動死靈數時 十字眼牧場加X X為該死靈數的數值 看到這個能力啊 相信聰明如我的大家 都已經想到就是死亡暴君 可以提前一回合發動了 而且這個新增的能力 跟先前的能力相比的話 絲毫沒有變弱 發動死靈數20之後 直接使你牧場加20 同樣等於就是暴君是無消費死靈數的 那更要注意的一點就是 他的效果不是入場局哦 等於說你用王者召喚 叫出這一張的命特 都能夠預界死靈數 像是你可以搭配到靈魂轉身 或者是歐西里斯進化的謝幕局 而且對於冥府來講的話 也是有相當的好處的 之前命特的效果是死靈數變為無消費 等同於就是冥府並不能達成 他指定的30目的觸發條件 這樣的改動就可以先預界20目 掃往場之後 然後對方解掉也沒關係 下一回合再拍一張的命特 再掃一次的場 強度真的差很多 這一張牌啊 這個改動啊 真心強 下一張牌 由原本的6費55的體質改為 5費55的體質 能力由原本的謝幕局 這場對戰當中 給予自己的主戰者 自己的回合當中 自己的主戰者受到傷害時 給予敵方的主戰者 與敵方的從者全體1.3害的效果 改變為 謝幕局 這場對戰當中 給予自己的主戰者 自己的主戰者受到傷害時 給予敵方的從者 與敵方的主戰者全體3.3害的效果 每一回合啊 僅限發動一次的效果 主戰者無法疊加此效果 這樣子的改動啊 直接限制了 夜夢加德啊 單回合的爆發上限 有好有壞啦 對於新夜夢來講的話 控場更加的穩定 而且即使你手中只有一張的自殘 也能夠做到3點的全場的控場 而舊的夜夢加德啊 原本要少到3點傷害的話 你場上沒有自殘的互補的時候 你小牌就有可能要消費3張的卡片 那有時候打到後期啊 你抽牌手段不夠多時 手牌還蠻吃緊的 你可能就無法做一個完美的控場 只是啊 這個不能堆加此效果的原因啊 你多放幾隻的夜夢啊 就只是增加夜夢準時下的機率 我個人是覺得這個改動 我沒有很滿意啦 我覺得新的夜夢啊 也要就是可以疊加 多死一張的夜夢去傷害加1就好 就變成10兩隻就全場打4 3隻的話就全場打5 這樣的話感覺比較好玩 而且也不會太破格 因為畢竟嘛 你5、6、7 都下完夜夢之後 你才可以開始 床、掃、場 都都是打5點 感覺就沒有到那麼強 而且還有機會被消失 那為什麼官方要做這一次的改動啊 我這邊就先推估一下就是說 有可能之後會出 同時間可以多次傷害自己主戰者的卡片 那為了不要讓夜夢的上限太高 所以才做這樣子的調整 可是我是覺得夜夢本身就不是一張強牌了 也沒有必要就是說 HB 開就是說 會不會讓夜夢直接玩壞 那我憑男生講啦 我還是覺得先前的機制比較好玩 疊加了2到3隻不懂的夜夢的時候 你一回合只要拍一張的自殘 就可以蹦蹦蹦蹦蹦 然後逆轉對方的感覺啊 真的很爽快 那剩下兩張牌就分辨就是 也是大將軍由原本的8廢4的體質 改為7廢4的體質 就是改回原本的樣子 不祥的子龍有原本的6廢4的體質 改為5廢4的體質 也是還成他原本的樣子 這兩張牌啊 改回來就是要讓設計師證明自己 當初沒有設計錯誤 都是其他排害的 那對於無限制來說的話 確實啊 就是環境整個都搶了一個檔次 所以這樣子的改回來是合情合理的 也就是因為他們退還今年才需要改回來 那最後總結 這次的改動啊 除了命特以外啊 其他兩張的改動啊 好不好就比較見仁見智啊 但我還是給予相當程度的肯定了 因為官方捨得動這些紅卡的決心啊 是我以往玩其他的卡牌遊戲沒有看過的 如果有其他卡牌遊戲會這樣改動 也要跟我講一下 而且他不僅僅只是調整費用 或是調整體質這樣 是直接把他能力做一個大改 所以我覺得很特別 但還是老樣子想要問一下就是 賽格斯前三彈的紅卡不考慮救一下嗎 那麼本次的平衡更新就這些了 那如果你有覺得什麼樣的廢洪 需要去做個更動的 都可以在下方留言與大家分享哦 我是魚豐叔叔 我們下回再見哦 掰掰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不妨點下訂閱關注我 才不會錯過最新的影片資訊哦 我是魚豐叔叔 我們下回見哦 掰掰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有沒有人稍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